法供养品第十三 这时天地士极环音在与会大众中对佛说 世尊 我虽然从你这里及文殊菩萨那里听闻过百千部经典 但从来未曾听过像这部如此不可思议 自在神通 究竟表现实相的经典 按照我理解的佛法意趣 如果众生听闻此经 并能够深刻理解 信寿 奉持 读诵它 它必定能够得到此经所说的 不可思议解脱法门 如果众生能够按照此经所说的去修行 则它一定能够斗绝通往众恶趣之路 而诸善门则向它动开 它就能得到诸佛之护佑 它必定能摧拂诸外道 降伏诸烦恼或障 得到无上觉悟 安处于道场 走上成佛之路 世尊 如果众生能够受持读诵此经典 如经中所说的去修行 我一定与诸眷守一起 供养服侍他们 他们所在的城市村庄 三陵旷野 只要是在宣讲弘扬这部经典 我一定与诸眷守一起前去聆听 与凡未信受此经的人 我一定让他们升起信心 对于那些对此经 一起信心者 我一定善加护佑 佛说 善哉善哉 天地 你能这么说 我真替你高兴 确实 此经广说过去 未来 现在诸佛 不可思议 无上正等正觉 所以 天地 如果有善男子 善女人 受持读诵 供养这部经典者 则是供养过去 现在 未来三世诸佛 天地 即使三千大千世界中 到处都有 如来世尊 其数量之多 有如世间之甘蔗 足尾 倒麻 丛林 数不生数 如果有善男子 善女人 或者以一大劫 或者以尽于一大劫 那样长的时间 去礼敬 赞叹 供养诸佛如来 一直供养到 诸佛入灭后 又把他们的全身舍利 用七层宝塔 一一供养起来 这些宝塔 都有四天下 那么大 起高 则直处犯天 每个宝塔 都装饰得 极其庄严富丽 变满香花樱落 床帆祭月 微妙无比 对这些宝塔 又长期地 加以供养 如果能够这样 天地 你认为 这种人的福德 多不多呢 天地 是提环音说 世尊 这种人的福德 确实非常之多 其福德 即使说百千亿劫 也说不尽 佛告诉天地 应当知道 善男子 善女人 如有经文 这部不可思议 解脱经者 并能理解 信寿 奉持 读诵 和按经中所说 去修情 那么 其福德 比上面所说的那种人 还要多得多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诸佛 知觉悟 都是从这部经典之教义中 产生出来的 而使人觉悟成佛的福德 是不可限量的 正因这样 其福德 是无量无边的 佛告诉天地 在过去无量无数节前 当时 世上有一佛 号 要王如来 又称 因共 正辩知 明行足 善事 世间节 无上事 调遇丈夫 天人师 佛 世尊等 那个世界 名叫大庄严世界 那个时代 叫庄严节 其佛寿命 长达二十小节 他的声闻众弟子 多达三十六亿亿 菩萨众 多达十二亿 天地 当时 有一位转轮圣王 名叫宝盖 他七宝巨族 统治着四天相 此转轮圣王 有上千个子女 都十分端庄 永健 能够降服 各种魔怨仇敌 其实 宝盖王 与其眷属们 供养着 那个药王如来 向他布施了 他所需的一切 时间长达五大节 五大节以后 那宝盖王 就对其子女们说 你们也应该 像我这样 以身切恭敬之心 供养于佛 那上香味王子 就遵照父命 供养于药王如来 供给其一切所需 又满五大节 其中 有一位名叫 月盖的王子 就独自在想 有没有什么供养 比这种供养 更为殊胜的 借助于佛 微神之力 忽然空中 有天神说 善男子 法之供养 胜过其他 一切供养 月盖王子 就问什么叫做 法供养 那天神答道 这你可以去问 药王如来 他会为你详细解说 什么叫做 法供养 月盖王子 立刻就去了 药王如来那里 顶礼佛祖后 退到了一边 对佛说 世尊 主供养中 法供养 最为殊胜 那么 请问 什么叫做 法供养 佛说 善男子 所谓 法供养 就是诸佛所说的 那些毅力 深刻的经典 其思想 广博深奥 世俗之人 较难以理解 较难生起信心 其中之微妙意愿 也较难 被揭示出来 其教法又清净无够 并不是世俗之分别思维 所能把握的 这些教法 乃包含在菩萨法藏之中 是由总持一切法门之十项 法印 所印证 修习这经典的菩萨 都已达到 不退转的八地以上 都已成就了 六波罗蜜 善于识别 经中 深刻的 毅力 这种 深经的毅力 随顺 菩提之法 地位 在众经之上 修习此经 能够生起 大慈悲心 远离众魔障 及诸邪见 此经之意里 与因缘法 相扶起 主张 无我相 无人相 无众生相 无寿命相 倡导 空 无相 无坐 无起 诸解脱门 能命众生 修习有所成就 坐于道场 而转法轮 为 先 龙 神 前踏婆 等八部众 所赞叹 称欲 能命众生 入于佛法宝藏 获得菩萨 阿罗汉 等圣贤 之一切智慧 宣说诸菩萨 所行之道 能随顺于 实相之本意 遭事无常 苦 空 无我 寂灭 诸意 真谛 能拯救 一切 毁尽 泛界 之众生 能使 诸魔 外道 及一切 贪心者 恐惧 胃部 为诸佛菩萨 及众圣贤 所称颂 赞叹 经中 也与其 出离生死之苦 并显示了 涅槃之乐 此经 为十方三世 一切诸佛 所宣说 如果能 经文 这样的身经 并且 信寿 奉持 读诵 修习 乃至 以方便利 为诸众生 分别解说 使经典中的 异理 能够得到 明晰皆是 所有这一切 都是为了 维护 和弘扬 佛法 所以 称之为 法供养 另外 如能按照 经中所说的 进行 修行 并与十二因缘 所倡导的 缘起思想 相随顺 配合 远离一切 邪见 正得诸法 无声无灭 只智慧 对于无我 无众生的 深刻毅力 坚信不移 能信受 因缘果报的思想 对于他 不违背 无意义 能放弃 对我所有的执着 对于佛法 能够 依于义 不依于语 依于智 而不依于识 依了意经 而不依 不了意经 依于法 而不依于人 能随顺诸法实相 不以缘起 而知有 也不以缘灭 而知无 一切诸法 都必尽 即灭 无名 必尽灭 一切诸行 必尽灭 乃至生 老死等 也必尽灭 如果能这样 去看待 十二因缘 认识到 十二因缘 乃是 辗转 缘起 无有穷尽的 从而 不执着 一切相 这就叫做 罪上法之供养 佛告诉天地 欲盖王子 从药王如来那里 听闻了这些话后 获得了柔顺忍辱的境界 随即 解下了宝衣 和身上事物 以供养佛 并对佛说 世尊 如来 入灭之口 我一定奉行 法供养 以守护 弘扬正法 希望世尊 以佛之 威神 加倍于我 使我能够 降伏诸魔障 修菩萨行 要王如来 身之 悦盖天子 此恳求 至成 至切 遂 与之受祭 说 你将在今后的佛教末法时代 成为维护弘扬佛法 知法将 天地 这时候的越盖王子 亲政了诸法 本然清静 并亲得 要王如来的受祭 更加坚定了 出家的信心 并不断修习佛法 精进不待 不久 便得五种神通 和菩萨道行 具备总持一切智慧的能力 和无碍辩才 在要王如来 在要王如来入灭后 越盖王子 以其所得之五种神通力 总持力 及五外辩才 不持弘扬佛法 长达十小节之久 佛法 佛法 一随之 遍布世界各地 出家构的越盖比丘 更竭尽全力 守护佛法 精进修行 一生中 度化百万亿人 使他们 度发无上道心 立于 不退转之位 由他度化的人中 有十四亿人 以发声闻道心 辟知佛心 更有无量数的众生 得胜天上 天地 当时那位宝盖转伦圣王 可不是一般的人 而今 他以证得佛果 其号为宝宴如来 他的上千位王子 也就是贤劫中 至千佛 其中的第一位 即是 加罗究孙陀佛 最末一位 即是 楼智佛 而那位越盖比丘 就是我的前身 确实是这样 天地 你应当知道 以法供养 于诸供养中 是最为重要 至高无上的 第一无比 所以 是其还阴天地 应当以法供养 供养于 十方诸佛 我 我 都不得了 我 我 就不得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